下午好我是夏师 欢迎收看5月12号的百歌舞报 随着新盟主席敦马哈迪宣誓就任第七任首相后 前首相夫妇也就是纳吉和罗斯玛的行踪 就被各界关注着 国内多家媒体昨晚报道 纳吉夫妇将乘搭今早十点的专机 飞往印尼首都雅加大 国内外多家媒体记者因此漏夜 在书邦机场驻守 数十名民众也前往现场展开追踪 无论如何 记者和民众在书邦机场整个早上 都不见纳吉夫妇的踪影 警方随后证实 书邦机场并没有谣传的飞行班机 也没有媒体想要追访的人 因此促请所有民众离开机场安全区 随后大马移民局在今天早上11点20分 在脸书证实 纳吉夫妇已经被列入禁止出国的黑名单 而纳吉本人也在脸书证实此事 他表示尊重有关禁出国的指令 并将跟家人留在国内 他此前贴文表示 自己是想和家人进行短暂的休息 接下来有国内选制州政府的进展 根据新周日报叹息 随着有巫统议员导向支持希望联盟 西蒙预料可以取得至少30个州议席 而执政霹雳州 据悉西蒙国政和一党州议员将分别进建霹雳苏丹 而西蒙如果执政 必须在今天下午的两点之前 向苏丹证明取得多数议席 霹雳州网工发言人今早表示 苏丹殿下已经表明 任何获得30起简单多数议席的阵营 就能组织州政府 另外沙巴和毕丽掀起的跳槽风潮 也吹到了柔佛州 柔佛新州政府组织在即 州内反对党阵营国阵出现首播青蛙跳 三名巫统后任州议员 今天宣布跳槽土团党 我们第三个日子 这让执政的西蒙手中的席位 从36席增加到39席 达到三分之二优势 上述三名后任州议员包括 新楼区的艾维亚达利 苏里里区的拉士曼 和旧如佛区的罗斯勒里 另一方面 在国阵执政的彭亨州政府 原定今早9点半在苏丹王宫 举行的彭州大臣宣誓就任仪式 临时取消 即将在斋戒月前另行通知 据消息指出 预料继续受委的 原任州务大臣安南野谷 今早抵达北根王宫 以便准备第五次宣誓就任 并由彭亨州摄政王主持 然而宣誓仪式却临时取消 择日在班 较早时置放的宣誓桌也被撤走 取消的原因不详 要知道更多关于新政府的最新消息 记得留守百革和新周网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